各位同學,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Example 5 在圖上LPM和MRN是直線 PQ是平衡於RS 原來有一對線 PQ是平衡於RS 我想嘗試加大墊序,讓我們清晰一點 他想證明C等於A加B C和A加B好像沒有關係 C好像離開他們很遠,三個分離 好,我們嘗試加條線 加多一條線 我需要用黑色 加多一條線 OK 我們就說 Add Align 這個叫做MMO MO 但MO有特性的,就是要平衡的 三條線都平衡的 平衡於PQ 平衡於RS 三條平衡線 行不行 好,我給他一個名字 我們就說 Let Angle P M O B X Angle R M O B Y OK 這個叫做X 這隻 放大一點 要不夠位置寫 這個叫做Y 這樣 好,很粗字筆 好了 那就看到這裏 好,我們如何證明這個 C等於A加B呢 這樣 我們發覺 A等於X B等於Y A等於X原因就是 Corresponding Angles PQ平衡於MO B等於Y原因就是 Corresponding Angles RS平衡於MO 好 同學 看這裏 A和X 有Corresponding Angle SQL Corresponding Angles PQ平衡於MO 好了 另外一對線 RS 又平衡於MO 所以 Angle B等於Y Corresponding Angles RS 平衡於MO RS 平衡於MO 好了 既然是這樣 我可以想想 不如我把它加起它 好嗎 因為題目說是A加B 好 A加B 是否等於 X加Y 兩個加起它 OK X加Y是甚麼來的 你看看 放大幅圖看看 X加Y是甚麼 X加Y 即是我們原來的Angle C 你看到這裏 X加Y就是我們原來的Angle C 怎樣去加 加一條直線 你加甚麼直線 是加平衡線 你要寫明的 好嗎 你要切點角 你要 小心點寫 小心點寫 這個就是一個 very good presentation 同學都可以在這裏 看看怎樣去 邏輯性地表達